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是15,16,17 17在下面 这三题其实也就还好吧 不过你们就可能要动多一点点脑筋咯 跟之前的题目比 看一下15题 这个16分之三十五得于A 加这堆东西有点复杂 就求这个字咯 其实也没有什么咯 我们要找到A的话 那我们先要把这个16分之三十五弄成一个带分数咯 那么16分之三十五 等于16分之三十二加16分之三 等于二分之16分之三 那么我们从这边就已经可以知道A的值是2了 那这一堆东西的值就是16分之三 OK 1 没有啦 B加C分之一 这整个东西分之一等于16分之三 那么如果我导 如果我导过来的话呢 B加C分之一整个就变成 三分之十六 就等于 5加三分之一 好 这边就很明显咯 B就是5 C就是3 OK B就是5 C就是3 其实就是要善于利用这个导数的特征 好不好 那么A加两个B就是10 2加10等于12加三个C 2加10就变12再加9就变成21 所以这个15T呢它的答案就是21 你们就写一下咯 然后这个16T里面呢下图中ABCDCOA 圆形圆内界四边形 OK 呃这个圆内界四边形呢它有一个特征 OK 就是 呃 两个点是吗 这个情况我们拿BD来做例子哦 如果 如果连接去圆形是不是 就是BOD嘛 它的度数的值呢 会是这两个动到这个 这个边的任何一点 这个 呃 这样讲就是 Circumference啊就是 呃 我这样解释穿着的话我忘记了就是 这个圆的这个周长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他他这个164度会是这个的两倍 所以意思就是讲呃这个会是82度咯 可能 你们我觉得我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已经需要这个特征了 如果你们还没有的话可能你们就上网查一下咯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其实我只需要把这个A移过来这边 啊 我这边放一个A'那么这个等于这个吗对不对 然后呃 这样讲这个这个加这个就等于这个吗 所以就 这个就是164的一半就是82度咯 那么这个也是同一个道理吗 那么因为这 因为这整个绕着欧的它是360度吗 所以 这一个部分 他就是360-164等于196 那么这个呢就是196的一半 196乘以二分之一等于98度 所以呢这个16题的答案就是98度 ok 啊就这样 简单哦 简单哦 啊 那么17题里面呢 你们就再看一下这个就可能要用到一点 LCM了 LCM就是最小功倍数 那么你们用看一下题目分析一下 怎样可以用 一个袋子里面有不多于300粒的糖果 如果每次拿3粒出来5粒出来7粒出来 他就都有剩下2粒 那么最多有可能有几粒糖果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袋子里面的糖果的数量呢 它就是 呃可能3x加2 然后可能就是5y加2 然后都是 然后可能是7个z加2 ok 那么 那么你们你可以看到哦 就是这个这个号码 它被3 5跟7除的话的余数都是2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 呃 n ok这个就是倍数了 然后n个 呃这个357的LCM 就是最小功倍数 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 你们可能要重新回去 省事一下 你们可能你们初一跟初二有学到齁 加一个2 所以呢 它就是 ok 所以你们想一下这个3 5跟7的最小功倍数 会是多少 好 我就写在这边了 那么呃这个袋子里面的糖果的数量 就会是105个倍数加2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不超过300吗 哈 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两次就已经可以知道了哈 如果n等于1的话 n等于1的话 那个结果就会是107吗 ok这个没有超过300 没有错 n等于2的话 我们就有212 如果n等于3的话 再加一个105的话 就会是317 所以这个就不可以了哦 所以我们拿最大值 我们就知道这边里面 这个袋子里面有212个糖果 嗯 所以呢 其实总体来讲这一年就是很简单 哈 我们下一个影片里面就再见吧 拜拜